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不同的一個 很不及的模式 讓孩子去搏離 分手應該是乾淨做好 然後看第二步驟是 分手 步驟二 勝選分手的地點和時間 連著目標勝選分手的地點和時間 地點方面要選擇 第一 公開 第二 安靜 第三 明亮 第四 就是比較安全的選項 那我們也會在座場上想到這個部分 因為分手如果我們剛才在研修的話 可以把這些的概念加進來 好 那這個是有關於 副動師的每一台別的說明 那最後呢 今天這次有點 delay 然後呢 還有呢 我要這樣講 教學經驗的分享呢 最重要的 就會讓各位了解 今天呢 在台灣的青少年性教育 有幾個結構性的問題 第一個是 學校實施不夠 所以呢 老師呢 能教或者願意教 或者可以教的那個時間 時間的並不是很充足 因為時間不充足 所以呢 孩子呢 在學校裡面呢 學到性教育的機會很少 還有部分呢 即使呢 有這樣的課 老師呢 怎麼去帶孩子呢 又是一種呢 另外的教學人呈現 那對我來講 在呢 幾個呢 參考的一些的教學手冊裡面 這樣對比呢 他們在談性教育的教學裡面 他非常強調 老師在進行這樣的課程裡面 應該能創造給孩子一個 有對話的空間 而這對話的空間是一個 以青少年 以青少年為主體的這樣的對話 因為呢 以他為主體 他才能講到就是 跟他的生命 生活經驗 情感發展是有關的 可以呈現出自己呢 對情感的一些需求的 一個期待 跟他的未來的發展的夢想 所以呢 性教育跟親禮教育的目的 他是要創造呢 跟這個時間最大對話的可能性 而呢 我們在教 性教裡面呢 是透過這樣的議題 跟孩子產生這種對話 那對話過程中呢 其實他們還是連結到未來的 在性癌的發展 是一個所謂的 持續性的一個身心發展 這發展都在中呢 他們怎麼樣的去 未來的做好準備 這些事情呢 對我來講的 就是變成很重要的 然後但是呢 這裡面最關鍵的是 我們老師 我們老師怎麼教 孩子呢怎麼學 當老師呢 抱著對性教育的態度 是全面的 內涵呢 是完整的 因老呢 是足夠的話 我相信呢 一定能讓孩子在這樣 裡面學到的更多 而且呢 面對他未來的 情感發展 或者性的發展 是更能夠有 這樣子的一個 自我效能的 那老師怎麼教 除了教材的運用之外呢 老師觀點也很重要 那婚姻娘怎麼教 最後呢 我就講完這婚姻娘故事的話呢 我今天能分享到這裡 她一個婚姻娘的故事 她談的是一個非常典型的 甚至呢 王子跟公主的一個呢 美好的 幸福的一個 所謂的童話故事 那童話故事裡面呢 不同的老師呢 怎麼去教 這個老師怎麼教 她玩的時候呢 當然就是讓孩子去 問幾個圖魔力 第一個 問她說 你喜歡裡面的哪一個 不喜歡哪一個 為什麼 她就問這個問題 她就想說 我最喜歡的是誰 你們會喜歡誰 會不會沒有 我喜歡誰 會不會兩媽 喜歡王子 有沒有喜歡後母的 還是會不會喜歡後母 不會 會不會喜歡後母 帶來的兩個姐姐 也不會 對不對 所以呢 大朋友喜歡美姑娘 王子不喜歡後媽 後媽帶來姐姐 為什麼她會講說 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個都非常的 孩子非常容易 但是呢 她接下來老師不是這樣問完 她說呢 如果5月12點來的時候 那時候 人的世界要 就是 沒有機身套 跳上的難關 馬車一下下 可能會發生什麼狀況 她說呢 她可能變得洋髒那樣子 然後碰得洋髒 然後就慘了 所以老師教她什麼 會不會哪可以教 手拾這件事情 所以她說人啊 一定要手拾 如果你不手拾的話呢 你的 後果呢 就會要你進教導 去負責 所以呢 老師這台會不會哪 故事裡面呢 第一個 考慮問題 問了一個他們的感覺之後 就是要手拾 那第二個 她問你說呢 如果你是 她的後門的話 你會不會阻止她去參加舞會 你們一定要誠實的說喔 還是說 對 我一定不會當她參加舞會 因為我希望我的女兒 怎麼樣 當上王 當上王 王后對不對 當上什麼 王子的什麼 參加王子當王子的最 最美麗的 有沒有 一個舞會上的一個人 所以呢 她說呢 對 為什麼 她說呢 我希望我的女兒當上王后 這件事情 所以 老師在做什麼 老師在成績 我們看到後門都是不好的 只是她對別人不夠好 但是對自己的孩子又很好 很好 所以她告訴我們 我們呢 不能這樣 愛自己的 一樣的愛她 別人的孩子 這件事情的話呢 是我們要去學習的 但是你要去同理的 接下來她說呢 那種 後門呢 把她關起來 不知道她去怎麼樣 不要去舞會 但是為什麼她可以 成為美麗的姑娘 在舞會上呢 她說有很多人幫她 仙女幫她 男方幫她 等等的幫她 她說呢 那這男方幫她 如果只有仙女的話 那能不能呢 不行 所以她說 有很多人幫你 所以你要交很多的朋友 交什麼朋友呢 除了要交 所謂的仙女的朋友 也要交什麼 要交像南瓜老虎的朋友 所以孩子 你們呢 要交朋友 不是只有交很厲害的仙女朋友 你要交很多不一樣的朋友 因為這些朋友呢 會對於有很多的幫忙 再來 她說呢 如果呢 大家不要讓她去 然後她就要放棄了 她可以當王子的新娘 她說不可以 她就不會愛上她了 所以是誰決定她要不要去的 她說是她自己 所以呢 老實說呢 當你覺得別人不愛人的時候 你應該要更愛你自己才對 好 所以呢 老師呢 那孩子學到說 沒有人可以做自己愛你 後母不愛你 姐姐不愛你 但是你可以自己愛你自己 然後呢 你可以為你自己的人生的創造一些可能性 那孩子說對 那最後呢 老師還問她說呢 有沒有觀察呢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她說呢 喔 球尔風機都回來了 有血清鞋 那個玻璃鞋就有回來 所以她覺得這個故事不合理的地方 所以她說你們很厲害 你們呢 連任大作家會有出錯的時候 但是呢 出錯不可怕 我擔保你們呢 一定呢 不比那些作家還要厲害 因為看得出她的錯誤在哪裡 所以大家會有告訴這件事情 所以呢 今天一個菲菲姑娘的故事呢 可以講到首詩 可以講到呢 同理呢 後母呢 不是呢 不愛人 是呢 愛別人要愛自己 還有呢 光是我們要教很多的朋友 告訴你呢 自己愛自己呢 才是決定的人生最重要的 那我想呢 這來自誰 來自您教師 教師本身 你對這個課程 對這個教材運用的程度 到底是怎麼樣的程度 今天呢 我們有非常多的教訓書 有非常多的影片 有非常非常多的教材 這些教材呢 都是幫助你老師呢 可以教得更好 但是呢 要教到一個呢 孩子可以達到 我們要達到的目標的話 我想呢 老師你怎麼樣去轉化 是最重要的 最後呢 我們的孩子 是一個獨立自主 就是在青春期的孩子 所以呢 我們要教他的事 就是回到自己這件事情 我們不可能24小時 都在他的身邊 孩子怎麼樣 健康自主管理 因為我們在目的是 他有欲望 他有渴望 但是呢 我們要讓孩子了解 當我們有能力 當我們有技巧 當我們有學習之後 我們就可以掌握 我們最怕是 用 讓孩子知道 我有渴望 但是我的渴望呢 是沒有人來引導我的 所以呢 我怎麼樣去管理我自己 我根本就沒有學習 當我沒辦法管理自己的時候 呈現出問題的時候呢 又有這麼多大人在罵我 那我該怎麼辦 所以呢我常常認為 我們讓孩子呢 增強自主管理的能力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 而怎麼教自主管理 也要回到 孩子是自主的 孩子沒有獨立思考 然後判斷的能力 先去肯定他 再來告訴大家 你可以學什麼 你可以引導他去 學習什麼樣的技巧 面對各種問題 我們讓他做一個討好的準備 接下來 這裡面我們還要了解 你是他的主人 不是他的能力 而這個主人呢 即使是客觀條件上 都說你可以談戀愛 你可以發生性行為 在年齡上 在什麼樣的客觀條件上 都可以的話 你說你不要的時候 還是不要 因為你是他的主人 你想要的 這個部分 是你可以完全做主的 而不要讓孩子 回到 哦 原來16歲 只要不行 所以我16歲其實都不行 那我17歲是就可以了 很多孩子會這樣講 如果你要那個法律 作為規範孩子行為的 唯一的一個所謂的 一個什麼 一個要求的話 孩子會跟你談很多 那我16歲 零一推的時候 我就會發生嗎 那這個部分 不是我們教的 我們要教的是 回到孩子的自主 孩子是一個自主關聯的個體 那孩子要自主關聯 一定要有能力 那這能力 使我把它交給他的 如果我們沒有教的話 甚至我們 我們認為 這部不用教的話 我相信 沒有一個人覺得 會覺得好的 那這個是我今天呢 從呢 我自己在這樣的過程中 我們用了哪一些的 教學的模式 或者素材 然後呢 我認為在這裡面呢 怎麼樣在不同的學階段 在青少階段 怎麼樣回到孩子的自主 把它看到一個是獨立個體 然後給他呢 可以呢 掌握自己的那一些的力量 一些的力量 是我們要給他的 如果沒有給他跨過鄉親呢 孩子沒辦法 在這樣的環境中 順利盡量怎麼大 好 那我今天呢 分享到這裡 那也很高興的機會到新竹來 然後呢 希望未來在不同的一個場合呢 看到大家 再繼續的分享 然後繼續的學習 跟互相成長 謝謝大家 謝謝